我是Katy,我是Guru日行语教育中心 比较营运的一方面,比较多些 我们就希望可以透过我们的活动教学 小班教学,可以从而帮到他们去学习 没有试过,可以来试试 一来,可以试试是否适合自己 因为我们从来都不强迫同学 我是学习的,在日本回来后 其实香港已经教了七年的日文 我自己本身不是一个读书人 我读书不漂亮 但令到我接触日文是一个机会 这么巧,我朋友想学日文 不是我学的,我只是陪他 谁知道学一学,挺有趣的 不如试试吧 一学,喜欢了 接着一路就很有兴趣 去日本读书 回来教,刚才所说 一教就教了七年的 教学上令我抵护很多不同的东西 都很开心 看见不懂的东西 教到他识为止 由另一个字都不懂 一路学到识 可以跟他沟通 和他说 亦是认识到我在四年前开始 想成立Guru日文教育中心的一个开始 开始有这个意念 我希望每个学生真的懂得那些 懂得那些字 我想我比方间教的速度 可能慢一倍 但重点不是速度快慢 我来看 我会觉得是 最重要是学生懂 还是不懂 才是一个最重要 快,没有用 几快也好 不代表你真是懂 不代表你真是吸收到那些东西 我敢说 未试过有同学来到 是学不会走的 一定学得懂 有同学试过来问我 今天我学什么 我说你要记15个字 是你未学过的日文字 我没有可能记得到的 一个小时 我保识给别人记得到 因为未试过有同学记不到了 当然了 因为我们有方法 我们会玩 我们会透过很多不同的游戏 比如说我喜欢用一些联想法去教 我喜欢联想法去教 我喜欢联想法去教 同学如何去记 例如说 日文的啊字 它的组合 好像一个大字 有一个圈 有一个口 我就会形容 抹大口 所以医生会告诉你 抹大口啊 就是他的发音 我喜欢用一些玩的形式 跟他们说 那就很容易记 容易入脑 这也是我觉得 我们最大的优势 当然最大的问题就是租金 因为香港地租金真的很贵 租金上涨得很厉害 这几年不停加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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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面对的是 学费我们不能收太贵 市场上我们要平衡 大家都没有理由我特别收很贵 但是事实上 我的课室只可以坐到十个人 也是事实 所以来说 压力就很大 你十个人的 你如果不开一个高一点点 你如何平衡回租金 但是你开得贵的时候 别人又不来读 那做质素吧 其实质素我们会做得挺好 当然我们都不是贵 我们和市场基本上同价 但我希望就是学的人会多些 如果学到的人越多 我们就会遇到租金 那已经可以了 最大成就感就是看到一些 本身是来玩玩的学生 我没什么兴趣的 陪有朋友来吧 直到他真的说到一口流利的人 这是最大的成就感 看见他本身很兴趣 我来玩陪伴 到最后他比较聪明 这个成就感到很大 看见到小朋友学习 很开心 看见小朋友是很开心的 小朋友是天真无邪 什么都不懂 被人家逼你 又是有些 不认识不学 去到很开心 跟师傅聊天 去玩 每次回来一天都会 很开心的 你看到这个转变 令到你感受很大 就是会 没错 真的是这样的方法做就对了 令到小朋友可以学习 学习到 大人可以完全不懂 去到懂 这个是最开心的 我找到了 你也会知道 你也会知道 你会知道 你会知道 他的生活 我找到小朋友 你也会知道